好的 接下來這位算你的好姐妹 對 夏宇童小姐 她都抓到全部都非常的好聽 對 因為她剛出道的時候就很甜美 一開始出道是發片嗎 剛剛誰很失禮 是大根還是瑪莉亞 就是她在彩排在唱歌 她很好聽 然後是大根爸的 瑪莉亞說 說反正妳兩個都一樣 她說那妳可以發片 大家忘了 她其實一開始出道 她就是歌手 對 在小安姐公司那個是歌手 可是因為後來是有一陣低潮 就是歌手 然後要轉 開始要上電視 那因為我覺得其實通過藝人 大家都覺得說好像只是 嘻嘻哈哈笑 笑笑 但是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要 很能講 很能夠表達 就像玉琳哥 大根 瑪莉亞 他們三個人在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真的是 完全不知道怎麼可以加入 對 因為你看有一些歌手 或是演員他們來上節目的時候 就是莫娜 對 會不知道怎麼表達 其實她不太會說話 對 不說話 不說話還是好事 有時候妳一直想要說 不要冷場一直問她問她 她突然看著妳瞪大眼睛 不是啊 你問這個要幹什麼 這樣很尷尬 對 她不懂這個奧妙在哪裡 有些也不懂 不容易 一開始上通告的時候 就是表現就不會這麼好 有被經紀人罵嗎 有 常常 每次錄完就是在旁邊 然後站在旁邊就是聽她說 就是剛剛表現很不好 所以通告也很少 所以像剛剛大根講到什麼 去公園做 我真的以前就是這樣 因為很怕我媽知道說 我沒有工作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會跟我媽說 還是化濃妝喔 然後打扮好好說 媽 我去工作了 那時候真的就是只能 就是去公園那邊再等時間 是 等到晚上 因為我覺得今天現場 應該有很多人沒有 好好仔細的聽過妳唱歌 我覺得不如妳就唱一段給她聽 好喔 首先要先再來表演就是她最厲害的 新年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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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聽見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聽見遠方下課鐘聲響起 好好講 我聽見她最多的一段時間 我聽見你 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 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隐形 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 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类所当然的忘记 是谁风的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为我领着雨 一幕幕都是你 一层不染的真心 与你相遇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气 你张开了双翼 遇见你的注定 她会有座幸运 谢谢 好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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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唱这首歌的感觉 眼泪快看出来 更清新了耶 这首歌 对 你很适合 小新 我以为它是小清新的感觉 甜美的声音 看人唱的 她唱真的就会感觉很弱 她的一个特殊的咬字的那种感觉 还有感情的传达 其实跟原唱是一种 唱出不同的这首小幸运出来 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 很喜欢 可是我们还是要投票 好 可以吗 投票一般港飞演 觉得她表演的喜欢的 情举圈 不喜欢的情举叉 全料通过 谢谢